中央纪委公网,2月16日消息 国家湾草专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洪顺,涉嫌严重合纪委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经纪委屁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公开简历显示,赵洪顺在樱桃系统工作多年 1989年11月,赵洪顺正办了国家湾草专卖局办公室工科研 1994年11月,赵洪顺任何北省秦桃室工科司副经理 两年后1996年10月,任国家湾草专卖局综合计划司务教授副处长 2003年10月,时任国家湾草专卖局经济运行司副司长的他 与新安徽省湾草专卖局公司副局长、副总经理 冠作三年后,重回国家湾草专卖局任划长计划司副司长 2011年10月,赵洪顺任国家湾草专卖局副局长 至今于新闻,赵洪顺负责协助党组书记、局长、总经理 负责综合行政、办事管理、专卖管理、政策法规、体制改革、经济研究、机关事务、规范管理、多元化投资等方面工作 有新报记者证悟到,赵洪顺最后一次出席会议,是在军营内月12日 当日,国家湾草专卖局、中国湾草总公司召开的会议 是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传统学习了中央和国家机关版的工作 继纪检工作会议精神 人间行业贯彻落实意见 从赵洪顺外 中央纪委国家纪委重工业和信息货币纪检监察组有关部门负责员参加会议 今年1月16日 国家湾草专卖局 就2018年湾草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举行新闻发布会 赵洪顺出席 那次会议透露 2018年 湾草行业实现工收税率总额11556亿元 从比增长3.69% 上涨国家财政总额1万.8亿元 从比增长3.37% 实现工业增加值7877亿元 从比增长4.88% 据国家湾草专卖局官网介绍 1981年5月 国医院决定对湾草实行国家支援 1982年成立中国湾草总公司 1983年 国医院发布湾草专卖条例 1984年顺利国家湾草专卖局 与中国湾草总公司一套机构 软块牌子 1991年全国人大颁布 《中法文明共和国湾草专卖法》 1997年 国医院发布湾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以法律形式确立和完善国家湾草专卖制度 2005年11月 经国医院同意 国医院办公室下方 关于进一步理顺湾草行业资产管理体制 消化湾草企业改革的 意见 国报发2005年57号 凝聚湾草行业继续实行统一领导 垂直管理 专卖中营的管理体制 中国烟草总公司 立法队所属工商企业的国有资产 行使出资源权力 经营和管理国有资产 承担保值增值责任 2008年 国务院创发的国家烟草专卖局 三并方案 对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工作职责 做了进一步明确 通过上述几座阶段 我国形成了与统一领导 垂直管理 专卖中营为核心的 烟草专卖制度和管理体制 其中专卖中营包括 分担法定许可制度 即 烟草专卖品生产和进出口的 法定许可证制度 烟草专卖品是指 酱烟 血浆烟 烟丝 四草烟业 烟业 蒸烟纸 烟丝棒 烟丝树 烟草烟丁屑 烟草专卖品销售和经营主体的 法定许可证制度 烟草专卖品运输的法定 准备证制度 目前 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是张建宁 去年7月李新 此前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 自治区厂秘副主席 除张洪顺外 还有三位副局长 即2011年10月 李新的杨头峰 2014年3月李新的时 以及2015年3月任职的断铁力 全国烟草行业职工总数55万人 设有直属机构58个 定市局局公司446个 现局局营销部 283个 小烟工业企业和烟机制造企业 105个 烟业副口企业56个 其他单位和企业140个 北京报记者注意到 这些年来 随着反腐力队的交代 烟草系统多元热马 2014年1月 福建省烟草公司 人际前组长孙娇和热马 纪委通报称 他在身为炮任职期间 利用决议便利 拥用公款进行盈利活动 其行为已构成人中违界为法 并涉嫌犯罪 当年3月 河南省烟草专卖局 人局长证建民 因社会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帝夺政治权力终身 并处并伸个人全部财产 可清报记者注意到 郑建民是2012年7月 因社会罪被逮捕的 在他被逮捕之前的2012年3月 郑建民庆署 河南省山区市烟草专卖局局长 张明显由高级九层办公楼 有点决润身亡 警方认定张明显为刺身 有媒体报道称 张明显于2001年起 去山区市烟草专卖局局长 建河南省委组织不考察 张明显被提为负贴局 如果如此次事件 张明显会不日被电网省局任负局长或负贴人员 2015年7月 寡西郑族复制区烟草专卖局员副局长政兴局 谈宣交热马 热马时他已经退休三年 既有证实他收售既为贿赂 2016年5月 游民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原王子书记 局长总经理王智富热马 通报称他为规公款用紧 使用公务车辆 租入房屋 热林决定重大问题 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 还进行调娼活动等 2017年6月 游民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原王子书记 局长总经理游民冬北查 去年6月 游民冬被公诉 警方指控 游民冬涉三罪社会罪 满用职权罪 入侵入非法买力罪 自卖人民网新法网国家烟草专卖局官网